身邊一道皮膚滿之傷 醫師獨家保養秘訣大公開 你今天要維持一個 好的膚質守重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一個清潔 為什麼清潔這麼重要 因為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就是皮膚 有正常的一個新陳代謝 因為大概就是一個 二十八天的週期 你老化的角質層 一定要讓它脫落 你的皮膚才會比較亮 才會有光澤 這樣你擦了一些保養品 才容易滲透的進去 才容易吸收 是 所以就是說 今天我的清潔大概就是 我每次的清潔 一定都會用卸妝的 那卸了以後 然後再洗臉 那洗臉的話 最重要就是說 第一個你要先讓 用清水把臉打濕 那用的那個水溫 大概是二十幾度 一定要就是 你摸起來是涼涼的感覺 而不是溫溫的感覺 不能用溫水嗎 對 不能用溫水 是不是 不能燙 先用溫熱水洗臉 大概就是你摸起來 就是涼涼的感覺 涼涼 把臉打濕了以後 你的那個洗面乳 一定要在你手上揉搓 讓它起泡以後 再塗抹在你的臉上 這樣的話 它才能夠就是 把你的一些髒污 把它包裹進去 因為一些介面活性劑 要讓它有乳化的一個效果 是要讓它能夠 起泡以後 再塗抹在臉上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個步驟是 清潔 對 清潔 那清潔完 再來清潔 我非常不建議用毛巾去擦臉 來 你可以用毛巾或是一些面紙 用按乾的方式 不要 不要觸了啦 對 不要搓 對 因為有時候像冬天 天氣非常的乾冷的時候 有時候冷風一吹 其實你皮膚 大概都有一些 乾裂的一些小傷口 如果你在用力的 擦拭過去的話 有時候可能就會造成那樣的 對 傷口就會更大了 那我們就第一個步驟 那清潔完以後 有些人會用化妝水 那是一個水的東西可以 或是說像我會用一些 礦泉噴霧 對 那就是均勻的 噴灑在臉上 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補充水分 因為在我們剛剛洗完臉 在擦乾的同時 其實我們皮膚的角質 可能就有一些水分 可能就已經蒸發掉了 所以目前是一個缺水的狀態 所以洗完臉趕快補充水分 然後下一個 對 補充完以後 當然我們就要吸水囉 吸水的話以我 我會比較喜歡用一些 像玻尿酸的一些產品 對 那我們的角質 能夠吸收飽滿的水 這樣的話看起來 皮膚也會比較的細緻 而且有光澤 除了保濕類 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些 比較機能性的產品 就是說如果目前 你的訴求是比較偏美白的 那可能我就會選擇一些 像左旋維他命C 那左旋維他命C 這樣的一個東西 它其實不只美白 它可以還原一些黑色素 它其實也是有一些 抗氧化抗自由基的一些效果 對 所以之後 我就可能就會用一些 像左旋維他命C的精華液 那是可以天天用嗎 這可以天天用 那為什麼要用精華液 因為第一個精華液 它的有效濃度都會比較高 再來它分子是比較小的 比較容易滲透到皮膚裡面 但是不是左旋維C 有一些人是不能使用的 對 它是有一些刺激性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它的那個 因為像左旋維 如果純的左旋維是滿刺激的 所以敏感性皮膚的人 或是酒造性皮膚的人 大家注意 剛剛我們講玻尿酸 吸收水分了以後呢 我們的角質吸收了 滿滿的水之後 大概我們就開始要 對 那鎖水的話 一般我會用一些 像神經吸氨類的東西 因為神經吸氨 這樣的一個產品 其實是我們皮膚角質細胞 它本來就會分泌的一個 我們皮膚天然的一個油脂 所以就是在我們皮膚就是 讓它有一層正常的一層皮脂膜 好 這一段我們這邊三個男生 好像都放棄了 對啊 男生也要保養 男生也要這樣子 這樣子這麼複雜 那男生只要注意清潔跟保濕 就好了 你們男生就是 幫你們老婆學會 洗頭休想要一罐 因為一罐是你全身的 男生也是要保養 所以擦了這個鎖水以後 就是我們要防止 我們剛剛的一些吸收的一些水分 角質的一些水分 讓它蒸發掉 那大概就是 這樣的一個保濕用完了 然後機能性的產品 那機能性的產品 像有一些比較有年紀的人 他可能就是要針對一些 抗皺方面的話 當然他可以選擇一些生態類的 或甚至一些 抗氧化的一些產品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防曬 對 那防曬基本上 每天都要使用 不論春夏秋冬 或是晴天 陰天 雨天 其實都是有紫外線的 它的皮膚可能就是 比較有一點酒糟的問題 所以我可能就 會選擇使用一些像防曬 乳液 就偏液方面的 對 比較偏像清爽一點的 對 比較清爽的 那至於就是說擦的量 就我們成人的話 一個臉大概要一個 十元硬幣大小的一個量 那有些人 像有些人他可能像 有長一些痘痘 或是說他有一些斑點 想要遮瑕的話 你另外可以選擇一些 可能像BP霜或CC霜這樣的 它是一個防曬 對 有一點粉底液的 一個防曬 對 這樣的話順便可以遮 好的 所以其實真的啦 就是防曬這個東西 不能不容小虛 就是要慢慢仔細做這樣 哇 經過許醫師的一番巧手 整個人是不是都 煥然一新了呢